鸡蛋和豆腐在一起将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做法简单,营养丰富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美味 豆腐切成小块,备用 碗中打入4个鸡蛋,加入半勺盐,增加底味 加入温水,注意鸡蛋和温水的比例是1比1.5 这里再强调一遍,要加入热水 如果加入冷水,蒸出来的鸡蛋不够滑嫩 搅拌均匀,过滤气泡,倒入豆腐里面 放入蒸锅里面,蒸15分钟左右 这个期间切一点五花肉末丁 再搞一个香菇,洗干净以后先切成条 然后横刀切成香菇丁,放入盘中备用 搞一点点胡萝卜,同样是切成丁 再搞半个青椒切成丁 大家看一下,这个鸡蛋已经熟了,非常的滑嫩 起火一个锅,加入适量植物油 把准备好的五花肉末丁倒入锅中,煸炒出油脂,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准备好的香菇丁和芹菜丁 搞一点点豆瓣酱,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来一点料酒去腥蒸香 然后加入适量清水,加点蚝油提味增鲜 胡椒粉,五香粉,老抽,先炖五分钟 最后来点味精和鸡精增鲜 然后加入适量水淀粉进行勾芡 让汤汁更加浓稠,看起来也更加油亮有光泽 把这个幼末酱浇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豆腐营养美味 关键是做法一点都不难 老人和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菜,点个赞再走呗 你点了吗?